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东张西望 特首刚刚宣布了 在未来3月将会进行全民检测 到时市民需要在指定时间内 檢測三次 预计全港会有几百万个检测站 给大家预约 大约要为全港七百万人 每人做三次的检测 计算起来 真的要做超过二千万个检测 真的需要各部门的配合 你要特别留意 同时宣布了 中小学生将会在三月提早放暑假 希望到时疫情很专业 DSE能够如期巨行 疫苗通行症将会在本星期四实施 食股和汇指市民都要主动出事 而新加入的厨所 例如商场、街市和百货工资等 被拆核时先需要出事 而当中以两种颜色和声音 分辨安心出行上有没有通行症 昨天也终于公布了一些细质 入商场有部份人 可以豁免疫苗通行症 当中包括买外卖、看医生 进行维修工作等等 比较多人担心 比如必须经过商场 才回到家或回到家宫 在法例上我们会容许这个作为一个豁免的例子 但当然这里里面也要有个合理性 就是说如果你其实经过商场 是不是真的只是回家或者只是上班 而不是顺便去旁边买一些东西 或者是做些什么呢 我想这方面我们当然会着情处理 市民本身对政策都有疑问 公布了获豁免的情况之下 反而更加难以捉摸 你的目的是要打了针去做那样东西 现在又要这样去 就是有些漏洞豁免出来 好像失去了意义 他又没有一条界线给人 他都说不出一条界线是怎样的 他只是说你看到你拿着外卖 就是你买外卖 你没有拿着外卖就是不是买外卖 那如果要这样界定的时候 就是要讲清楚一点点 买外卖不清晰 是因为我进超市就不会当是买外卖 除非你超市来买的那些 例如日本餐 煮了台湾的那些 煮了的那些 如果你只想买一包 是整好那些就不会当是外卖 因为外卖多数是即食的东西 刚才是煮出来的 我就是这样想 豁免条款更加带来一连串疑问 例如去超市购物就没得豁免 但去超市买饭盒和饮品 又算不算外卖 纯粹交付领取物品 可以获豁免 那我去商店领取订了的货 又算不算合理辩解 疑问内涵太多太多了 不过有个问题就解决了 早前有个讨论子 入商场前诉讼安心出行 期间入足食市之后 再出回商场 是否要重新掃码这么不方便 所以安心出行的最新版本 就是新增了返回场所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一起试一试流程 那我们现在来到商场的范围 先打开安心出行 再掃二维码 那你现在就可以入商场了 那我们现在去吃饭了 那先掃QR Code 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商场 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吃饱饱之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餐厅了 那我们按这个返回上一个场所 那个应用程式会问你 是否会回去商场 那你按确定之后呢 那你就不用去回商场的入口 好 重新掃多一次 它就重新计算了 与其想想这么多灰色地带 不如简单一点 除非有必要的原因 不适合打疫苗 就快点接种 就方便大家了 第五波疫情海啸式爆发 每日确诊个案数以千种起跳 中国除了派遣流行病学专家组 来香港支援 还为我们带来防疫建议 任职中国工程院院士 亦同为中国抗疫专家的钟南山 昨天就大赞 香港前四波疫情 在控制患病率和死亡率 有一定的成就 面对第五波疫情来势洶洶 他都藉着拍片去勉励香港人 不过医疗设施保保 大量轻症患者都避免不了 要居家隔离 就钟南山所见 这个似乎未必是防疫上策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 要将患者和健康人分开在香港 因为已经确诊的是不能够居家的 要另外不隔离 目前现在在香港 确实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这个困难我相信是暂时的 而第二个重点 就是必须加强疫苗的接种率 据我所知 在香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那个疫苗的接种率 还不够理想 一些data显示 香港接种第二针的 即接种了两针的 60到69岁的 是72% 70到79岁是56% 80岁以上 只有28% 这个就很低的了 为什么呢 即是在英国 卫生安全局 曾经计算过 也都测证过 如果接种两剂疫苗以上的 病死率 在各个年龄段 就会减少一半以上 如果打第三针 死亡率 降到0.0多 是一个很大的下降 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我们不会容忍 自然感染 导致大量的长者死亡 最后他促请政府 储备治疗药物 去减低重症和缩短疗情 除了做好防疫措施 家居隔离也不可忽略 不过 住在竹高湾的欧先生 就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十分担心隔离无限 已经开始发烧了 其实我进来竹高湾之前 已经有病症 我都很肯定 我自己是阳性的了 所有病症有齐 谁知道他最后 再安排我们去酒店的时候 就和一群陰性的人 或者有些未有 未有检测结果的人 在我一辆车里 半个小时以上 还有封空间 那时候安全门还没拆玻璃 其实30分钟 其实第一个封空间都会感染 之后到11号我进去 12号就打来跟我说 我确诊了 扔回我入竹高湾 13号扔回我入竹高湾 那我本来想着 进回来很快就走得了 感染到口水等等 谁知道他一直都没有联络 没有医护人员 匯理 有个热线电话打过去 那热线电话打过去 其实就说隔离 设施24小时当值 这样说 有什么需要的 透映申请就打给他 但是可以打几百个都没人听 我三天起码打了一千几个 就只有两个人听过电话 那两个人的电话里面 第一个我打出去问他 为什么我这么久都没有封锁 其实我好起来 不要在那里押着人的位置 外面有很多人在等 我一旦听到他在找我的资料的时候 就说我系统里面没有我的名字 竟然不会没有我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 没有我的资料 老实说 你医疗组里面没有我的资料 那我怎样出院 我当假设 竹国家住院来说我怎样出院 那我其实没人知道 我在那里住三十天 住到竹国家拆都没人知道 说真的 由头到尾所谓的理 就是你不打电话出去 原来就是一个遗失人头 没人理的 你不打电话出去 甚至乎我本身隔离隔离屋 有个人跟我一起进来的 都发现有这个问题 他就要戴着口罩 走到街上 骂人家全家 之后他第二天就有个口水尽研了 我还要是 因为刚好派饭 大家伸到头出去 说了两句 你快点打电话过去 他直接忘记了我们 我过了之后那天 我才打电话过去 他现在都认不到第二个瓶了 老实说就是那句 如果我当初不是和旁边的那个人 我说我第一个两句 不知道他有尊 我没打电话出去 我就继续在那儿找 找到几次了 今天是2022年2月22日 也是农历的征月22日 还有星期二 做事有没有容易了 那就不知道 不过今天下午的2点22分 或者今晚的22点22分 不知道你会做些什么 有没有拍下电话 去纪念这么多的意志 除了日子需要纪念之外 我们做一位前辈 彩元叔 很值得我们怀念 香港著名导演 兼演员楚元 昨天在下午离世 享年87岁 楚元叔缘名张宝坚 新于1934年10月8日 当年他和导演李汉祥 胡金泉和张浅被誉为四大岁 是香港武俠电影的开山鼻祖 一生共承到超过120部电影 而楚元和妻子南红结婚超过半世纪 亦是圈中的模范夫妻 夫妇之间是互相引扬 互相尊重的 譬如在外面的时候 妻子应该尊重丈夫 但回到家就应该互相尊重的 1956年 楚元叔开始投身电影编剧工作 1971年加入邵氏电影公司 代表作包括玉女添丁 可怜天下父母心 和72家房客 后期更加参与幕前演出 当年最繪迹人口的 就是处境劇卡拉家 几乎人家是青春长住的 现在白身白庫不合我吗 是 其实警察, 你们保持现在的状态 是最合适的 不会不容易的 是, 用不着说这么有活力吧 现在看起来, 我最多不是三十多 是, 你看起来 正修文也在社交平台悼念 艺术出道之初 和楚元叔合作 拍电子剧时受到他鼓舞 以及向他自席 回到东张西望 很多人有做事的人 有一位男士, 爱好就是《漫画拯救号》 他花了25年时间 回收了接近100万本的二手漫画 还塞爆了九个仓 这么夸张, 其实他知道 书能保持太久, 会发霉 再加上这么多 他会否根本不记得自己有什么书 我就不知道 不过放入仓, 应该很整洁 存活没问题 不过如果像这个 一样存了成了女罐山 就有问题了 上水唐宫凌寸 转离百百尺寸屋连空地 全部塞满过万个女罐 变成女罐山 这些罐全部都是屋主阿云 用了至少一年时间收拾回来 他没有即时变卖回收 久而久之, 团租大量女罐 形成绍山优, 影响环境卫生 每次走入屋 都要踩着女罐和扶着东西 才能走得稳 否则分分钟跌倒了 不过女罐山的背后 埋藏着一段可怜的身世 阿云小时被养父母收养照顾 但自从养父母过世后 几兄弟姐妹都各散东西 关系比较疏离 每当一提起家人 他都非常感触 家人呢? 没有了… 本身有没有兄弟姐妹那些? 有, 不过我姐姐去了外国 她有没有探望? 有, 过年有来 她过年来, 平时没有来 有没有跟她说很想念她? 她…她怎么说? 她…她们没有回来 她不会来这里 她们回来, 她就会来这里 很想和家人一家团聚 她们回来这里 五十多岁的阿云身边无人无物 执女罐成为她唯一的兴趣 她有时会苦中作落 对着女罐山唱歌自如 為了幫村民解決衛生問題 和幫屋主改善生活環境 洞漲勢望再次聯同專業的義工團隊 協助清屋 由於旅館的數目實在太多了 義工預先聯絡回收箱 看看如何方便回收罐 今晚他們才去拆屋內的環境 罐子, 我們有否特別的東西要留意? 有些罐子是… 是啤酒? 對 那些什麼咖啡罐? 對 那些要分開, 膠瓶也不可以放進去 膠瓶和這些東西, 我在另一個地方放 到時候後面的垃圾一次過清掉 好… 由於今次清屋的難度極高 規模亦相當龐大 義工隊籌備了至少半個月的時間 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聯同多個團體參與清屋行動 包括回收箱 義務滅蟲公司 和駕駛配對的政府承辦商等等 單單幫忙清屋的義工 已經有十多二十人了 我們先把太空袋放進去 就是回收箱給我們把罐放進去 我們找一個叫垃圾袋 找一個叫鐵罐袋 什麼叫鐵罐? 駕駛是咖啡的, 是鐵罐 是 分開要收的 鋁罐可以放在普通袋裡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袋子 這天下起毛毛雨 阿忠要穿著一件雨衣 聽義工的呼籲 戴上手套, 保護自己 義工夾手夾腳 善將太空袋逐一搬進屋裡 要站上鋁罐裡絕對不容易 一個不留神, 隨時滑身的 義工出盡法寶 有些用膠筒 有些用自小的垃圾鏟 有些就徒手撿 大家合力把鋁罐放進太空袋裡 現在很多義工都在清罐 我們分了幾個袋子 這裡是放垃圾 這三個是放鋁罐 魚桌裡面是放鐵罐 我剛才撿的時候 也發現有些蟑螂、蜘蛛在爬 不過我們也要繼續幫牠撿 小朋友也下手下腳幫忙 用垃圾鏟鏟起罐 他們全部做到身上心汗 就算弄髒了, 衣服也絕無怨言 辛苦嗎?我看到你的汗也滴下來 很熱 對, 我也全身濕了 剛才有沒有看到女罐的主人 阿雲? 對 你覺得阿雲怎麼樣?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為甚麼 積這麼多類罐 可否展示給我看牠怎麼塗 這樣刷上去 展示一次嗎 可以嗎 上去 然後塗進袋裡 還是塗進袋裡 還是怎樣 塗進袋裡 塗進袋裡 難嗎 難嗎 這類罐很難推 即是很難刷得起 對 辛苦嗎 少許 少許嗎 有很多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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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隻 看到 剛才我踩, 不小心踩在這裡 不小心踩死了 對 剛才看到有多少隻 十隻 那你怕不怕嗎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又可以嘗試一下 還有可以幫這個姐姐 可以收到錢也不錯 一拆開的旅館 除了滿地來臨之外 還有大量的蟑螂傾巢而出 好… 他們即時逃難, 爬到四處都是 有義工更加被蟑螂爬上身 而我們的攝影師 亦有蟑螂爬進他的褲子裡 而義工非常專業 繼續把一個個 再滿鋁罐的太空袋 拖出屋外空地的位置 剛才義工已經把大部分的鋁罐 裝在太空袋裡 但我們看到太空袋滿了 但是鋁罐都還沒裝好 所以暫時用垃圾袋來裝 他們專用黑色膠袋裝鋁罐 好像螞蟻官家一樣 逐袋逐袋倒入太空袋 一群義工盡心著力 逐漸用了至少兩個小時 終於把鋁罐山移為平地 真是辛苦他們了 這裡本來是佈滿鋁罐的山丘 但經過義工一番努力 用了兩個小時就清了八八九九 我終於走了 義工掃走垃圾 再用水洗乾淨地下 你們看看 整桶都是蟑螂水 很噁心 我們已經看到地下了 是大家一早做了這麼多事情 之後的程度 給大家一點掌聲 辛苦大家 回收箱也很有心 派了一輛回收車 直接到唐宮嶺村接收鋁罐 看到一群義工 將一個個的太空袋 拖到馬路邊 再續一放上車 現在一直拉著鋁罐上鋁罐 看可以有多少錢 回收箱先後分了三輪車 才成功把15代的太空袋 全部運送到附近的回收場 回收車到達現場之後 再過榜計算 我們也陪同阿雲到場 看看鋁罐回收的情況 這些就是你的鋁罐 她什麼都要 對, 紙、鋁、金屬 也要的 而我們也再去到回收公司 計算一下鋁罐的總重量 我謝謝你, 你幫我收了什麼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現在鋁罐了多少 735公斤 沒試過看到鋁罐那麼高 是嗎 對 也很驚訝嗎 對 以個人單位來說 算不算有很多嗎 對…很誇張 一般一個人賣 會賣多少 幾公斤 你們通常收完鋁罐 回去會做什麼 我們也是送去大的回收場 把它壓縮 然後運去出口 我很感謝劉先生 其實一個星期前 其實他很牙義氣 願意載一輛車進去那個地方 去評估了地方的情況 然後今天找了一個義工 一起開車進去 希望可以盡快 用半袖的時間 就可以把700多公斤的鋁罐 拿來這裡 雖然清了過萬的鋁罐 不過清屋行動還未完結 我們逐一清理屋內的雜物 以及大量的垃圾 竟然發現房內有幅 沒生生的碧虎蟑螂牆 義工又跟老鼠鬥志鬥力 展開連場的惡鬥 還發現多條整隻牆的有毒蜂蜈 場面嚇人 很大條蜂蜂 很大條 很大條 只要把骯髒骯髒的家 變回乾淨舒適的安樂鍋 留意明晚凍張西望 清除雷冠山, 毒蜜喘出來 我們製作了一首很勵志的歌曲 《獅子山下同心曠野》 較早之前 大家都看了一部份的片段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版本 本本本本本 gonna get you 著名者, 教導力的2個 回去 一下傾斷